《國際貨幣基金》昨天發表全球經濟展望報告 再次下調全球和中國大陸經濟成長預測 報告指出 从经济中期基本面来看 大陸、马来西亚和泰国必至被低估 大陸湖北省黄石市6日发生一起霍乱疫情 湖北卫生厅官方网站公告 截至9日 黄石市已经确诊霍乱病例3例 带菌者1例 中国大陸再传意外事故 中铁18局集团有限公司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周治县的職工宿舍 今天发生火灾 已酿成12死20余人受伤多人重伤 北京城报今天指出 从8月29日到10月9日 42天内已经有中国国航 中国南方航空、深圳航空等 三家航空公司的骨架扳机遭到恐吓 有评论称 目前A4案件最高惩罚都在两年以下 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主罚惊威所以常被搞飞机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